三个中产党 我们常常强调这个节目很吓人争 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我们找一个比我们更加吓人争的人 他讲一个很吓人争的话题 如果你是支持泛民的话 你就会很厉害这个人 这个人叫邵家辉 邵家辉很多内容都是令泛民知道他很吓人争 当然不是代表我们很吓他 但他是一个很吓人争的立法会议 这样说好不好 我认为他是跌脚 我们是非常熟 我当然不认为他非常熟 你明白吗 所以那些人就这么恨你 所以我们一起 如果以纯从底脚来说 他是非常好排品的人 不从政治立场来说 他是一个很友善的人 但现在我们大意灭争 先用他 我一定灭 我不知你灭不灭 我认为我的立场 因为有时有个个别的关注议题 我也有关注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足足功课 而且他是少数在立法会 是会拉布的建制派 你不要以为他帮逃犯条例拉布 他帮电子烟拉布 我再说 他讲一个很吓人争的议题 就是他支持输入外聋 其实他就在立法会的 是要求要引入外聋 他在这个审计署的 权木委员会的报告 就是公开聆讯 他就拿了一个数据出来 就是现在在这个香港 基本上每一间食市 店铺都是请不到人的 还引起数据 他说现在在这个劳工署 是有7万个零售业的空缺 最后只是请到1844个人 如果你加上饮食业和製造业 就是有17万个空缺 但加上都是请几千人 他就告诉你 全香港不够人 这个是普通识 如果你一直都不找外聋输入的话 香港迟早有很多店铺倒闭 我补错一句 他是零售业的公囊组别 当然有饮食业 那些没关系 反而我觉得 可能隐属饮食业 或者建筑业 那些劳工都会更加严重 对于这个说法 我有一半是贊成 有一半是不认同的 贊成的原因就是 的确是现在全香港都请不到人 这件事我想 就算最支持劳工权益的人 都不敢说是错的 因为你随便在街上 很多招聘廣告 但是你说是否继续不输入外劳 香港就会有很多店铺倒闭 我又觉得未必有关 因为问题是 现在我们主力请的外劳 都是做建筑等等的东西 很少说你零售业 那些行业会请外劳 是的 我有看新闻 报纸说他要求人入 那谁回复他呢 就是罗子刚 我觉得这两个人的结合 就立刻令我觉得是活在平衡时空 是 记得前一段时间 有个很出名的婆婆 67岁 她提醒大家她是67岁的婆婆 是的 她就说 之前做政府工还是什么 接着做完政府工 她的休不够钱用 不够钱用 就上了立法会 就说 一直都没人做 那罗子刚怎么回答她 就叫她去劳工处还是什么 是的 做就业補班 是 帮你找工作 那我所说的平衡时空就是说 那 邵家辉那时候就说 请不到人 是的 他代表的零售 即是可以请本地的老人家 我这么说 零售也很好笑 真的很难 理论上可以 不是说他请不请 另外一回事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平衡时空的说法 就是说 为什么他说了数据 这么多工没有人做 如果婆婆 所有很多媒体 可以直接抱着他做房门 做房门 这个其实都有两个层面 第一 当然罗子刚是说错了 为什么说错了 67岁 其实你不应该去做什么就要培训 你应该去拿长者中援 这个你一定拿到 你工未来找到 但是长者中援你一定拿到 第二件事是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想说的议题 就是我们香港一般人 最主要如果要反击这些人 第一 大多数香港人都不想输入外奴 因为我们心里面都会想 输入外奴 不就会搞到抢了我们的饭碗 人工又会低了 然后他们通常会提出什么反驳 因为你反驳不到的一件事 就是因为周街请人 现在有劳动拳断 那么他提出两件事 第一件事 当然就是说 现在每天都有150个单程证来 那些就是劳动力 但是这个是博不到的 因为现在已经每天都有150个人的劳动力 如果是真的可以 就不会继续不停请人 其实这150个单程证 都是弥补给人 这需求 第二个问题就是 不是 那现在香港很多老人家 或者不要老人家 上了年多的人都找不到工 那为什么他们找不到工 而你们又不请他呢 这个就是关键 是不是香港老闆 歧视我们的老人家 反而是想请一些外奴 那肯定全世界老闆 都会歧视老人家 这个不用问 因为之前我记得 有些所谓经济学者 就批评其中一个措施 就是最低工资 他们说 就是因为最低工资的成立 搞到那些老人家 没有竞争力 搞到那些老板 寧愿请那些年轻人 都不请老人家 因为你贵了 我当然去找个更加做得上的人 这个很简单的经济学理念 但是最近我就特别做了很多感觉 我就周围上街去拍招聘廣告 每逢超过时薪50元 我才拍下 我拍下拍下 拍下了十多二十幅 为什么你这么好心思 因为我就是要去反驳一些人 有些人说 现在最低工资加得太快 我说什么叫加得太快 你将最低工资的交幅和通胀 或者和其他工资收入掛勾 不是这样计算的 我就告诉你 现在最低工资的工资 好像37.5元 50元时薪的工资 包括七仔 包括吉野家 包括Most Burger 包括Starbucks 意思是 原来现在的老板 他明明可以用37.5元 去请老人家去做 因为便宜一些 他们都不肯 他宁愿50元 50元我就明白 为什么不请老人家 因为他请个年轻 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你怎么看 我觉得如今从老板的角度 我管理一个人是需要精力的 即是说我管理3个 50元的 和管理5个37.5元的 我宁愿管理3个50元的 你会容易搞 因为你要去教 你要盯住 那些全部是成本 另外我们有个说法 就是低路技术的勞工 年轻人都不做 那个阿婆说 连洗碗都找不到 我反而有一个角度 除了大师说的 是否管理他 有个固定的成本 去教他做事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 看看那份工 究竟要不直接去接触顾客 这个如果所谓歧视的话 未必是雇主的歧视 可能是顾客的歧视 譬如说 刚才你说到 七仔好或者什么好 那些是要做楼面的 那要做楼面的话 想个精神一点 是的 那会不会是 那些人想 你要什么 我要个装衣 是什么 是什么 中文是什么 那你就做了 或者简单说 我在墨记 我都会觉得 那些人是对一些老少少的 因为墨记是请了很多 阿嬸阿爸去做 他们是特别粗劳 肯定是觉得你手脚买 没问题 甚至有一段时间 我忘记是墨记 还是哪些 就是他会请一些可能是 他们的智商 是的 是的 那他们有他 推荐他们的企划形象的好处 但是事实上 对盘生意的运作 可能是请一个 你来做样子的 是 是 但是你说成盘生意 都是很请这些人的时候 究竟顾客是怎么样 所以 你没理由 你都会请一个智障 是的 不是 我都看到的 你现在都是 你每间麦当劳最多就是请一个 是的 因为如果请多一个 你就要花人 管理这些人的成益 所以这个问题要探讨的时候 我们说是不是歧视 是不是歧视本地老人家的时候 有两个层面 一个就是 是不是雇主歧视 譬如我只不过是 他一样 一样 那麽有效率的 只不过我是不喜欢 譬如美国很多研究 就是说 我就是不喜欢请黑人 是 是 对的 是不是 如果无端端有个 有个人做receptionist 有个美女 有个美女 就更漂亮 很正常 但是这两个 一个就是雇主歧视 雇主我不想有这些人放在我身边 另外一个就是 雇客也是 雇客的歧视 其实雇主没什么所谓 但是我请这个真的多些客 对的 反过来说 这些人在说老人家 为什么没有人请的时候 你要问心 如果你去那些店铺买东西 那个人抹手慢脚 是的 你自己会不会有妙 如果你连手慢脚 少少都妙 他怎样请老人家 可能更慢 还有你更没有说 会不会鼓励 如果知道这家店铺 是很主动请一些弱势的 你会不会因为这样的方向多些呢 香港人说的很厉害 但是实际付钱的时候 是最厉害的 另外当然 亦都要去问一个问题 就是 不是 还有一个我刚才解释的 就是 现在你租金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那个地方放不到那么多人 就拿回洗碗做例子 喂 我当然知道 你请两个老人家去洗碗 可能他洗得慢些 但是一样可以洗到一个年轻人 洗到的数量 可能跌难多些 但问题 便宜一点 但问题不一定是两个 可能两个等于两个年轻人 但问题就是 那个位置只可以聘到一个人 即是我的后楼梯 就只可以找到一个阿嬸洗碗 那你当然是找个年轻的阿嬸 而不是找个老的阿嬸 就是这个租金或者那些限制 都会令到这件事出现问题 好了 但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有很多人去质疑 就是 喂 究竟为什么要输入外劳 你输入外劳 你不是搞到 我们的本地劳工的人工低了 喂 还有现在香港房的问题 你输入外劳 是的 他住在哪 我现在这么说 第一 输入外劳 肯定会令人工低了 但问题是 你输入外劳 从事也比其他人 就比较多了 这是一个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其实 这件事从古以外都会发生 以前的时候 你只有三种方法 是可以应付的 就是一些dirty jobs 全地球都有的 倒垃圾 做建筑工人 那些很辛苦 以前有些赌市 那些 你知道三种状况 第一种 就是恐怖人工 是 是 第二种状况 就是你 引入外劳 第三种状况 就是 你在一些低下阶层 譬如 日本的部落民 或印度的低下阶层 即是香港的 是的 低下阶层 然后做完 那样东西 其实都是稀压的 但问题是 如果你输入外劳 如果你的外劳 给四百尺公屋 一家四口住 你当然不行 其实输入外劳的 潜规则就是 你在那里 生活质量很差 我已经凶了你 如果给三千元 那里 是的 没有那里 然后 如果你打算 去解决他们居住问题 你永远解决不了 但问题就是 你打算 那里 剝削他 剝削他 没错 以前的时候 美国的时候 引入那些大量的华工 华工 猪仔血雷史 其实都是这样做 起铁路 起什么 你出现大量基建 你就要大量廉价工 否则基建的成本 你销售不到 那当然 那些人现在就去说 我们猪仔很惨 就应该有一个 现在墨西哥的新移民 是的 但是其实 唯一的文化就像新加坡那样 我们当他是奴隶 然后只不过 在我们做奴隶 就比在印度 去曼加拉那样做 在马来、西亚、印尼 比那里做苦工 是的 那你来找一把尖回去 其实到最后 只有一个这样的方法 你才可以 譬如我们现在说 现在香港很惨 没有公屋住 那我们现在就 准备一年建五万间公屋 很快就什么 地都有了 那我除了在外奴之外 如果不能找那麽多工人去建 其实你需要大量基建 需要大量dirty work 那我们就只能有一个方法 就是引入一些奴隶 然后那些奴隶 然后那些人 还会影响到本地的工人的利益 等于是一九七几年的时候 八几年的时候 很多奔妹来到 然后那些孖姐 就全部没了老 那些孖姐 那些孖姐全部都在那时候 我很记得我家 那个人是 做到一九八几年 都是赚钱 是很离谱的 你说牺牲你的孖姐 不过那时候孖姐 没有出声 现在你的人出声 做任何的policy 就是你们 接受哪一种痛苦 而不是你接受 等于我们要赚钱 你要发达的话 到最后 你需要很辛苦做事 然后牺牲很多家庭 牺牲很多什么东西 牺牲很多快乐 你现在不接受痛苦 而你落得那种东西 是不可能的 问题就是 现在你讲policy 讲政策的人 就不讲接受痛苦 然后讲那种东西很坏 那当然很坏 你要这种东西很坏 还是不要很坏 这就是整个概念都错 一方面 你觉得请外努 亦了外国人 另一方面 有些人说 我们要保障本地就业 所以那些人 那些人工一定要提高些 如果民族会争 但是他不明白一件事 就是现在香港 就是有些人没有人容易做 就是 最辛苦的 那些倒垃圾 会找到那些最弱势的人 就是那些老人家去做 但是问题就是 问题就是 如果你找出外劳的话 这些弱势的人 本来找2皮1个月 就变成8千元个月 有人就变成最低工资 那你就损害了那些人的利益 但是问题就是 其他可能 大部分有95%的人 就会受到得益 但是你损害了 就损害了5% 这个是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如果不作出犧牲 你事实要犧牲 就是所有的政策 都会有犧牲 是的 我想他现在讨论的话 如果那些人是 因为输入外劳 而受到 受到他们的利益損害的 有没有其他的政策 可以帮助他们 必须是这样的 如果不是 其实香港就是很简单 其实就是要输入 你输入医生 你本地医生一定受损的 对不对 你无论输入外劳 就算输入高科技 输入什么人才 高科技那些受损 其实真正 所有这些 你想得出输入的任何外劳 任何外劳 无论高级的 低级的 甚至输入 你输入外国教授 如果你说全部香港人才能做到 香港大学 香港的教授 尤其是香港大学毕业才能做到 没得到 没错 其实永远都是这样 所以重点是 究竟数计算完 是不是大多数人得益 其实这些东西比输入外劳 你有没有想到这些东西 当然会 现在我们要光顾 现在我们要光顾 酒楼 乘来乘去 那些事情都不来 对不对 我亦都说过我的故事 都说我的医生 他说现在酒楼 就算请洗碗 都不肯和你洗重东西 所以一定要请很贵的兼职 每次有大的宴会 他就会帮你洗重东西 但为什么明明有全职洗碗 都要用兼职来洗 因为有些东西 如果你硬逼他们洗 就不做 另外还有一件事 其实外劳 他没有好处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都是用一些 给香港的工作环境 居住环境低 很多的事情 所以才能压缩 他对于我们社会资源 还要给他们最恶劣的生活环境 现在不是你怎样 就是不妹 那些人是不妹 住厕所 如果不是 你实际上 你只是外劳 你给到这么好 他没有意义 问题就是 我们对于受外劳影响的 有没有一个 保障呢 或者究竟多人 还是少人呢 为什么他的时候 为了一千多月 你有没有保障呢 其实是没有的 只不过他出不了声 马底 现在就说不妹帮助很多 整个国家 整个地方 你还没有那些 最低智的职业 就像新加坡那样 这些全部都是一些 农帝式的 但这个privilege 是只有一个 有钱的城市 才可以做的 因为穷的城市 即是印度你做不到的 在香港 我们可以不停的 去输入外劳 去令到原来的人的生活水准 是压迫的 那当然我们又要付出 就是相同的代价 是 好 下次再讲其他话题